109年车辆使用牌照税开征截止日直到4月30号 税务局表示说目前还有一半的车主是没有缴款的 提醒民众不要与其乐会被加征至纳金 另外税务局也表示说如果因为受肺炎疫情影响 缴税有困难的民众也可以向税务局来申请分期缴款 或者是延期缴款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109年车辆使用牌照税开征截止日到4月30号 税务局表示还有一半车主没有缴款 提醒民众不要与其会被加征至纳金 那我们开征的对象是自用汽车 还有排气量在151cc以上的机车的全企 还有营业车的上企进行开征 那我们的缴纳期限是到4月底为止 那如果说还没有缴的乡亲 要记得要在这个期限前要赶快去缴 不然会每一两天会加收1%的自纳金 那统计到目前为止 我们全线总共有11万5000多台的车辆 有要缴这个牌照税 那目前还有一半的车辆还没有缴 所以请乡亲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期限 在4月底前尽快去缴纳 税务局也表示 如果受肺炎疫情影响缴税有困难 可以向社务局来申请分期缴款或者是延期缴款 这一次因为有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如果你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不能在缴纳期限内缴清这个税款的话 你可以来我们税务局提出申请 两个方式 一个是申请分期缴纳 那分期缴纳最长可以分36期 也就是三年的期限 那第二种就是可以来申请延期缴纳 那延期最长是可以延一年 就是我们会尽可能协助您 就是顺利把这个税金把它缴清 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 排照税缴纳期限到4月30号 请民众不要忘记 介组会欢迎市报道